接下来看到的是文山高中和人武高中的策略联盟 那就是适逢文山高中创销55年 他们办理了这样的一个跑步活动 那他们就邀请有地缘关系的人武高中 一起来办这样策略联盟的活动 希望能够提供友善竞争还有学习的管道 进而也促进两所学校的学子有更多的交流机会 高雄胜利文山高中还有人武高中 日前举行两校的第一届合作教育碑师生小级策略联盟 现场参与的师生约有1000人相当的热闹 适逢文山高中创销55周年 为了要推广全民运动就特别办理原意试验所路跑的活动 两校合作的契机其实是从某次的校长会议开始 人武高中的于忠杰校长就表示了 两校的地理位置不远而且有不同的属性 为了要增进学子间的互动 提供友善的学习管道 因此有了两校策略联盟活动的开始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